善導大師就說 因為我們這個念佛法門是不問罪福 不問時節酒禁的 有些人可能認為說 我罪業深重 阿彌陀佛可能不要我了 或者認為說 自己修的福不夠 做的好事不夠多 阿彌陀佛會不理我 但是事實上 彌陀化身上善導大師就說 阿彌陀佛是不問罪福的 就是我們眾生所做過的好事跟不好的事 阿彌陀佛通通不會過問 不問罪福時多少 不問就是不看 不管 不理 我們的罪業煩惱再多 做的好事 功德再少 甚至一點都沒有 阿彌陀佛都不會過問 看都不看的那一種 那阿彌陀佛看什麼呢? 阿彌陀佛就只有看念佛而已 我們只要每天有念佛 那什麼都沒有問題了 阿彌陀佛就來護念我們了 有些人可能就說 怎麼會這樣不問罪福的呢? 那我就想到說 這個不問罪福就好像救人一樣 好像世界各地常常發生災難 那救生人員看到有需要的人 馬上就開始急救了 是不是? 像這次世界性的大疫情 很多人感染到病毒 呼吸困難 送到醫院 那各位 那些醫生救人的時候 他會不會問那些病人的來歷的啊? 會不會說 你是讀到博士畢業的啊? 那你這種就要趕快救 趕快救 然後看到另外一位 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的 之前也沒有做過什麼好事的 然後就說 算了 這個就不救了 你就在那裡慢慢等到病死也是你的事 誰叫你以前沒有做好事 誰叫你以前沒有讀過書 各位啊 醫護人員會不會這樣子來問病人的來歷的啊? 如果會的話 就慘了 這個不是醫護人員啊 那是遇到恐怖分子啦 因為恐怖分子才會看身份條件的 恐怖分子 你看 他就往往就是找有錢人綁架 要拿到錢才會放人 就是要講條件 談條件的 但是救人的話 怎麼會這樣子計較呢? 救人是看到有人就救了 沒有條件的 所以 為什麼阿彌陀佛不問罪福? 就是因為阿彌陀佛是來救人的 當阿彌陀佛聽到哪個人念南無阿彌陀佛 就好像是救生人員聽到人家 喊救命一樣 那當然 馬上就救了 哪裡還會看我們是罪業多 還是做的好事少呢? 阿彌陀佛 他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 他不是恐怖分子來跟你交換贖金的 這個不要搞錯了 所以少爾大師就說 也說 阿彌陀佛就是這樣子冤情平等的 就算有一位曾經傷害過佛法最深的罪業眾生 只要還有念佛 阿彌陀佛還會把他當作自己最愛的人在照顧 這是正道圓滿的大聖人 阿彌陀佛才有的境界 就不管是什麼樣的眾生的念佛 阿彌陀佛馬上就拿著蓮花來迎接他了 就是念彌陀 各位 拿著花來迎接 通常是V.I.B很重要的人物 才會有的事情啊 是不是? 我們看 每次那些總統出國下飛機的時候 人家都是拿著花來迎接他的 但是現在 是佛中之王阿彌陀佛 自己拿著花來迎接我們這些凡夫念佛人 從來只有看到眾生給佛善花的 但是就沒有看過是倒過來的 佛給眾生迎接還帶花的 就是除了阿彌陀佛這一尊佛而已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還很怕拿阿彌陀佛拿著花來迎接他 這個就糊塗了 各位要知道 得到阿彌陀佛親自拿著花來迎接 那是多高的榮譽啊? 各位 你想想看 你有沒有看過 哪個國家總統 總理是拿著花來等人的? 都沒有的 如果說有一天 這總統拿著花等人的時候 那這個人肯定是了不起的了 他應該是做出很大的貢獻 所以總統就是拿著獎盃等著要頒獎給他了 但是阿彌陀佛 我們看 阿彌陀佛不用我們做什麼貢獻 甚至我們什麼貢獻都沒有做 甚至阿彌陀佛都完全不在意 我們過去的罪業是什麼 不問罪服的 只要我們現在張開嘴巴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那阿彌陀佛就拿著蓮花親自到我們的眼前 來迎接我們 那有人說 有這麼好的事情 為什麼我都沒有感覺到? 各位 要知道 我們今天講念佛 並不是看我們的感覺的 我們看 剛才我們讀的阿彌陀經 佛是怎麼說的啊? 佛就說 我們這些眾生就是要相信念佛的功德 是這麼不可思議的 佛沒有叫我們要感受 各位 佛是要我們相信而已 當我們相信了就是了 因為有時候 一些事情的發生 我們普通人 那是感受不到的 各位 不信 是吧? 好像 你們現在 有沒有感受到這個地上在動? 不要擔心 我不是講這個地震 其實 我們這個地球 就算它是沒有地震 但是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地上 都是24個小時都在動的 如果說今天這個地球沒有動 那我們就不會看到白天跟晚上了 是不是? 各位 你們每天看到太陽 從東邊升上來 從西邊下去 請問這是太陽在動 還是地球在動呢? 是地球在動嘛 因為是地球自己在轉 自己轉了一圈 就是一天白天晚上了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地球 站在這個地上 是每天 每小時 每一分 每秒都在動的 上次就看到這個報告 地球一秒是動了400米 一個小時走動就1600公里 我們平常開車 110速就是要超速了 但是地球轉動的速度是1610速 但是各位 我們看 我們竟然一點感覺都沒有 甚至還會錯覺以為這是太陽在動 不是地球在動 所以不要以為說 我們沒有感覺的事情就一定沒有發生 因為有些事情 那是我們人無法感受得到的 像這個地球轉動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就是感受不到 那念佛的功德就是這樣 佛說念佛是很不可思議的 就是說 念佛的功德好處 它是超越我們能夠感受得到的 所以才叫做不可思議 我們感受不到 那也是正常的 這就是不可思議嘛 像以前 跟大家說過一個故事 你看 那個故事就是講到 本來有一隻水鬼 要找這個替死鬼的 但是 剛好那個人在河邊喝水的時候 他隨口就念了南無阿彌陀佛 結果那隻惡鬼就被擋住了 就靠近不了他 但是 那位喝水念佛的人 你看 他從頭到尾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當時的他還是喝醉酒不清醒的 他就是這樣子喝醉酒不清醒 在河邊喝水 隨口念佛 結果就把鬼給擋住了 但是 這樣念佛還有效哦 我們看 這就是不知不覺念佛得到好處 他自己不知道的 但是卻得到好處了 還有 上次給大家講 這個理髮店的公案也是這樣 你看 理髮店的人在自己的店裡念佛幾天 結果 就被一位雅巴發現到有佛光出現 把他對面在殺豬場 被殺的豬接到極樂世界了 各位 你看 如果今天沒有那個雅巴 沒有把自己所看到的事情描述出來 那位念佛的理髮師 他自己也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但是就是發生的 那櫻光大師也有說過一個故事 也是這樣 當時 有一位廚師 就被聘請到了寺院來煮飯 但是 廚師本身他是沒有信仰的 沒有念佛的 人家在佛堂的念佛 他就是在廚房的煮飯 一次沒有去過佛堂 結果 沒有想到 當一位親戚即將過世的時候 他看到這位廚師身上有光 然後就跟他說 你把身上的佛給我 那我就可以離苦得樂到淨土了 那廚師說 我從來都沒有念佛 怎麼可能有佛呢? 有人跟他講 雖然說 你平常是沒有念佛 但是 每次你煮飯的時候 都有聽到他們共修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 那這樣也算 那廚師就好奇說 這樣也算嗎? 是啊 你這樣隨便聽到佛號也算 結果 真的 他就這樣超度他過世的情人到淨土了 各位 我們看 這個更是糊裡糊塗 完全沒有察覺到自己已經沾上了佛號的光了 但是 他還是得到利益 要不然 他一個沒有學佛的人 又怎麼可能可以超度他的親戚呢? 就是念佛的功德起作用了 所以佛說 我們真的要相信 念佛的功德就是這樣的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到連一個無逆十惡 完全沒有個人的修行功夫 功德的人 只要念佛 都可以得到利益 這是我們要相信的事實 跟我們有沒有感覺 感受是沒有關係的 當我們念佛有感受 可以 但是念佛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 覺得乾巴巴的 同樣也可以 我們就是相信 不管怎麼樣的念佛 照樣的管用 佛說的 有人就懷疑說 我這樣諸夜神中念佛行嗎? 我念佛的時候有妄想 真的可以嗎? 那佛就會說 如等眾生 當心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護念 又有人說 我什麼都不會修 只會單單念一句佛號 真的能夠起作用嗎? 那佛還是說 如等眾生 當心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護念 可能過後又再懷疑說 那我臨終昏迷 不能念佛 要怎麼辦呢? 那佛還是那句 如等眾生 當心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一切諸佛所護念 那 artificial奉路 身個人的地方 來自身所 在場符 身體喊 尊重了 那模桃 身體喊 尊重了 你 Σ神總的指責 КА在場上 身體喊 尊重了 有 code 愛毒 mamy 思療 尊重了 喊 尊重了 止алиdam 尊重了 或된 Viio 四 którym能 status 使命 者 苛莳有一個大的 還有 eco 治療 尊重了 yan vos同 Rouge 再6%我叔 período 想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